蔡總統的臉書不得料 雙十國慶好愛中華民國 我們那個標題 這個就是我們如果要追標 提前要追標的話 就是那就是來賓講的你要換 不是謝寒冰講了八分鐘 然後你就跳一句話放在那裡 放八分鐘好不好 這個要不然我們標題要提前先下好 謝謝謝謝我們的辛苦同仁 來蔡英文PO臉書 不得了來 星期天就是中華民國國慶 歡迎大家來欣賞現在的中華民國美學 更多國慶的活動訊息請看 中華民國戰真是不得了 蔡英文在臉書發文宣傳雙十國慶活眾 文中非常難得的不斷提到中華民國四個字 對比以往絕口不提中華民國的態度 我簡直判若兩人 不但嘴巴要說 臉書要提 蔡英文還要做給你看 她要告訴你我多麼熱愛中華民國 來 十八公尺 十八公尺這公尺很大耶 說這是多大 六十五坪 各位你家有沒有六十五坪 六十五坪多大 超大耶 如果你家是一個坪層 大坪層 一層樓 六十五坪超大的耶 蔡英文去這個不知道哪弄來的 軍方訂製的吧 可能是花錢弄或是以前留下來的 出動了呢 這個直升機 然後呢 要吊掛長十八公尺寬十二公尺 重四十五公斤 這個國旗捲起來四十五公斤 重四十五公斤 佔地六十五坪 史上最大的巨幅國旗 在國慶當天要飛越總統府上空 還要開雙線場 給大家好好的看一看 蔡英文有多愛中華民國 環哥 又真的是這樣 這個 我們知道蔡總統他到那個 美國的這個Foreign Affairs 他去那個是邀稿 蔡總統邀稿跟投書是不一樣的 邀稿是我媒體邀你 你寫什麼我會等 投書是你主動去投 你不見得會上 所以可能蔡總統連邀稿跟投書 都搞不太清楚 那又是因為這個美國的這個 重要的期刊會邀稿嗎 我是很懷疑 是不是有置入或是業配這個 我想可能要去研究一下 說蔡總統的這種文筆 有什麼邀稿的必要 我覺得很奇怪 那這幾天 如同剛剛賓哥講的這個 共機啊 他在這邊飛 那蔡總統的那個邀稿呢 顯然是之前嘛 所以今天才會登出來嘛 所以他的邀稿跟這個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這幾天飛 看起來好像是回應其實不是 他一把倒在一起 那這個友好兄是專家 我這個野人線曝一下 這一條斜線啊 就是虛擬的海峽中線 那你看這一次呢 其實他們每次在我們防空識別區 都在西南的這個空虛這樣飛 但是觀眾朋友可以看到 距離所謂的虛擬海峽中線其實很近 他可不可以飛過來 他當然可以飛過來 去年這個 美國的那個麥萊豬那個衛生部長 那個Azhar他來的時候 共機是直接衝海峽中線 但衝海峽中線他繞回去 那如果這些 包括這一次飛了很多的這個殲-16 這是這個解放軍的這個主力戰鬥機之一 如果他們是頻繁的往海峽中線飛的話 或者他再往這個東北角再飛過來一點點 就碰到海峽中線 我跟你講 就剛剛賓哥講的那個兵胸戰尾的程度 那個就那時候就會緊張了吧 他如果飛海峽中線你還不緊張 那我也沒辦法啦 這麼多的架式 當時Azhar那時候才十幾台飛飛 大家就覺得那個氣氛不一樣 那因為這個立法院長 是國慶大會的這個主辦人 所以對尤錫坤講的 我是覺得這所謂的世界加好友 我想告訴尤錫坤 這不是在上網啦 什麼加好友 你是在加賣的你也好了 那蔡總統提到說 如果他呼籲世界各國要牢記 如果我們台灣淪陷的話 將有災難的後果 其實這個對其他各國的這個 這個呼籲基本上是沒有意義的 觀眾朋友我們看看香港 我們看看阿富汗就知道 那香港的狀況我都不要再提了 阿富汗的狀況大家都看在眼裡 有什麼災難後果嗎 有啦 我認為的災難後果是對阿富汗 跟香港在地的朋友 在地的這個香港人跟阿富汗 那沒辦法啊 可是對其他國家有什麼影響嗎 其實是沒有影響 所以大家在看這個雙十節的這個 這個國慶的活動 大家要了解 在去年的 蔡總統的就職演說裡面 他講那個我非常認為 應該大家口書比伐的 蔡總統說 中華民國台灣70年 中華民國台灣70年 在中華民國109年的 總統就職演說 你跟我講中華民國台灣70年 那到底中華民國是109年還是70年 當然是109年嘛 這是去年的舊子演說 當然是去年 就是中華民國109年嘛 那為什麼連任的總統跟你講說 中華民國台灣70年呢 這個70年跟109年的落差是什麼 為什麼會 你是總統耶 你怎麼會講中華民國台灣70年 那另外39年在幹嘛 另外39年 就是他不願去面對 他沒有辦法面對 沒有辦法解釋那另外39年是什麼 所以我跟大家說 這個是基本上是一個 借殼上市的概念 那網友戲稱的GG黨 就是這個台灣激進黨 其實他們把這個邏輯呢 講得非常清楚 現在叫做中華民國 就是他們借殼上市嘛 第一招叫做中華民國 第二招呢叫做中華民國台灣 你看看現在外交部其實非常的可恥 外交部都講中華民國台灣 外交部不講中華民國 就是很奇怪 第一步是中華民國 第二步是中華民國台灣 第三步呢 就剩台灣了 他是慢慢的給你拿掉 中華民國先不見了 剩下中華民國台灣跟台灣 然後呢中華民國台灣也不要了 最後就剩下台灣 這個就是標準借殼上市的手法 所以觀眾朋友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裡面呢 中華民國台灣是過度的名詞嘛 對 等他可以過度的時候 就不要了 然後剩下中華民國台灣 最後就變台灣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說這個是民進黨的揚謀 有華兄你們當年在黨外的時候 其實在講什麼 講這個比較難聽 你叫做這個 這個國企叫做恰冷氣啊 那個國會叫恰冷氣 真的黨外獨派的人就知道 什麼叫恰冷氣啊 他們不講國企 什麼國企 國民黨是中國黨啊 那都是外省豬啊 外省豬啊 要滾回去啊 他們根本不承認這個國家 他們也根本不承認這個國企 那個才是真正 原知原味的民進黨 那個才是民進黨建黨的初衷 這是什麼國家 這中國國民黨你們好 我們台灣你們好 對不對 什麼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滅亡啊 單純變成中華民國 是什麼外國啊 對不對 蔡英文說中華民國 是流氓政府啊 他們真正 他們的真面目是這樣子啊 你以為他真的愛國企啊 他真的愛中華民國 那是假的啦 那是假的 他就是請社長 要改社長 先用中華民國的概念 去置換中華民國台灣 你如果質疑 你就是不愛台灣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為什麼不能講中華民國台灣 連國民黨都有中常委 可以贊成中華民國台灣 我就不曉得那些中常委是在幹嘛 中常委 國民黨都說 中華民國台灣不錯 不錯 你去加入民進黨啊 你也好了 先中華民國再中華民國台灣 再把這兩個都拿掉 剩下台灣 你如果反對了 你就是中共的代理人 你就是紅筒 什麼各種 叩帽子都來了 所以觀眾朋友你看 這是前兩天的一個座談會 這個陳柏惟3Q 他說啊 民進黨又不是喊台灣獨立選上的 他說啊 喊台灣獨立選上的 是我 我知道 喊台灣獨立選上的是你 你在台中DHG喊台灣獨立 那你現在要反暴免對不對 你就出來喊台灣獨立 你看看你會不會暴得更慘 然後再喊那個什麼 要用大麻那個再喊一喊 你叫聲然後你就出來喊 你就出來喊 你也真的不是用騙的 你就出來喊這個 所以我覺得這個 大家要了解這個國慶大會 當然就是還是要慶祝啦 但是你說民進黨 包括蔡總統 包括游錫坤他們 是真的發誓內心慶祝嗎 請你相信我 他們是假的 他們是演的 他們是要竊國 怎麼竊國 我跟各位解釋 我們台灣一年啊 往生的人大概18萬 其中75歲以上的長者 大概50% 人會凋零嘛 這一定啊 18萬的死亡的人口呢 我們每年 現在很多這個 專家講生不如死 就是大家都不想生 不結婚不生小孩嘛 所以每年的新生兒 不見得到18萬 所以一個是死亡月出生 生不如死這樣 那每四年我們要選一次 為什麼特別講這個18萬 生跟死呢 因為念舊科綱的人會慢慢離開嘛 像我是念舊科綱的 我是念的中華民國憲法特綱 我非常的驕傲 可是人會老化嘛 老兵不死 只是逐漸凋零嘛 等到有一天 民進黨的如意算盤是這樣 就說 你們念舊科綱的慢慢走了 然後念新科綱的那個天然讀 就慢慢的多了 然後多了之後 你們對中華民國憲法 你不認識岳飛沒關係 你不認識孫敦沒關係 不重要 你只要愛台灣就好了 他的概念是這樣 是啊 那又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東西都在大陸的監看之中 什麼意思呢 觀眾朋友說 那這樣子天然賭越來越多 那以後國民黨就不用選了 民進黨就永遠執政 有這個可能 但是又是我的看法 我也請大家指教 我為什麼說大陸在監看當中 當你那個拐點到的時候 可能就是大陸出手的時候 他發現如果整個台灣的狀況 是不可逆的情況之下 說不定就是他的時間表 他對我們這邊的觀察 其實不用派什麼台諜共諜 什麼都不用了 我們現在有在設防嗎 共濟這樣飛 我們都無所謂 你找那些間諜來幹嘛 但是民進黨這樣子 一支喜科綱有沒有用 觀眾朋友我跟你講 真的有用 所以如果2024 剛剛小滿講的 2024我們把民進黨下架 假如2024能夠成功的話 第一個要務 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改課綱 你課綱再不改 你國民黨在執政四年八年也沒有用 那我沒有去罵那些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他是無辜的 你小學的時候就念這個課綱 你怎麼辦呢 老師就不教岳飛你是怎麼樣 你也沒辦法 所以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話 你希望你的小朋友 有完整的史觀 正確的史觀 那個洗腦實在是太可怕 每四年 我算我剛剛講 一年是18萬的生意 18萬的死 我四年算他100萬就好了 我是用很寬鬆的算100萬 每四年你看韓國瑜輸 200多萬 264萬 你還要再讓100萬 是啊 這樣加起來就變300多萬 是啊 很難選 所以我認為2024 可能是 就是說如果你要去逆轉這個情況 可能2024是最後一戰 所以 霍雲哥講的就是我之前跟大家一直分享的 過去國民黨民進黨就是 守住基本盤各四層 大家還有得拚 你現在國民黨哪一個出來選舉 就跟我講說守住基本盤我們就贏了 打下去 我跟你講你基本盤你基本盤 你基本盤你土石流你知道嗎 霍雲哥說的啊 你越來越小啊 民進黨天然圖 越來越多啊 你基本盤越來越小 你整天還跟我講說守住基本盤 幾乎幾乎 講話我來講 國民黨哪有基本盤 我跟你講 沒了啦 你再慢慢往下去 基本盤就沒有啦 你就沒有基本盤了 好不好 那所以 這個也是我跟他說的 阿扁2000年上來就幹這個事情 沒錯 2020年20歲出來投票了啦 2020年蔡英文票票怎麼那麼多喔 因為2000年出生開始被 民進黨版克剛洗腦的人 長大可以投票啦 然後就19歲也變20 18歲也變20 17歲也變20 你再去算一下 你再去算一下 所以 我是 我其實是蠻悲觀的啦 我對於就是 要要要要 這個 2024要怎麼做 我是悲觀 但我依舊抱著希望 好矛盾 但不管 我是沒有那麼大的 樂觀去看說 2024一定會贏啦 但總是要拼一下啦 你看這個 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那你討論什麼 我說不一定會贏 但是我們要抱著希望 一定要拼一下 我開個玩笑 提早離席都可以當選黨主席 所以我就先走一步 那走吧走吧 我們一起走 那個小板上來主持 換你了 好啦大家加油啦 大家加油真的 我們在做這個網路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我們的節目 這個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這個朋友 他在這個 他很熟知 YouTube的裡面的東西 他 就是他跟裡面很熟 那他就很直白的告訴我說 我們就是被鎖定了啦 被盯上了啦 他絕對不會讓你的流量變高的啦 就是要壓壓壓壓壓壓 他一方面 減少你的這個曝光 二方面呢 要減少你的收益 三方面呢 他要打擊 就是正常發揮 在政論界的地位 讓你線上不要那麼多人 讓你的觀看不要那麼多人 這個節目慢慢慢慢影響力 可能就會下降 可能就會消失 這是人家現在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注意看 其他 不管是不是我們台啦 其他的節目 如果是講國 講國際的 基本上沒有影響 完全沒有影響 但是你罵得越兇 國內罵得越兇的 影響大概就越大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就2024再這樣下去 我都不曉得 中天人撐到什麼時候 真的 我真的都不曉得 你撐到什麼時候 被這樣子搞啊 實在是 好啦 蔡英文 死命的稱中華民國 還出動了史上最大的國旗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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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高雄 這是大綠 蔡英文 老綠 對不起 這個成熟綠 在高雄 有稚嫩綠 比蔡英文 有種 就叫黃捷 總之在今天的這個 市議會裡面 國民黨議員 拿國旗給陳其邁 要她掛國旗 要她說中華民國 生日快樂 好啦 黃捷看了就不爽了 翻個白眼 直接嗆嗆 國民黨真的沒東西可以問了嗎 是不是愛國家 不需要通過國旗來綁架 如果真的要談愛國 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先回電給習近平 把中華民國四個字寫出來 兩年前 韓國瑜 花兩百一十八萬 買了八千多面國旗 我大力譴責 現在國民黨 卻毫無掌勁 做著一樣的事 請你去罵蔡英文 剛剛我也看到很多網友 一方面趁中華民國 一方面 又猜蔣公同像 你難道不曉得 如果沒有這個人的話 你現在沒有辦法趁中華民國嗎 你現在沒有辦法在台灣 哪一面這麼大的國旗作秀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蔡英文 你知道嗎 蔡英文 你知道嗎 民進黨 如果沒有這個人 我們現在根本不存在 然後你一方面 要趁這個人帶來的國旗 建立的國家 二方面 要把這個人從歷史中抹去 你會不會太矛盾了一些啊 來 又花哥 我們現在看 國旗國歌的話 我建議蔡英文做個一件事 你不是民主大同盟嗎 沒有關係 你就透過這些國家 去跟奧委會申訴 未來我們能不能 扛國旗跟國歌進出奧委會場 因為東奧又要開始了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會問講說 民進黨借殼上市 民進黨什麼時候借殼上市 它是確戰糾巢 然後反客為主 然後呢 說 他在這個地方住了稍微久了一點 他說這是我們家 就是搶戰 好 霸戰 我們可以說 它是語言在霸凌中華民國 我自己是老民進黨出身 但是我沒有入黨 因為我最近看 游錫坤寫的1986 這個裡面是有一大堆的問題 當然那是歷史 我們就完全不談 但是我們現在談 目前台灣的這種狀況 各位曉不曉得 蔡英文透過外交部 你每一年 什麼投書了 什麼邀稿了 鬼扯 全部都是花人民的納稅錢 各位 他為什麼要花人民納稅錢 根本不是別人邀稿 而是說自路性行銷 蔡英文常搞這種事 那佑正剛剛講到流量的事情 各位曉不曉得 蔡英文在前年 選情非常危急的時候 跟三大社群 講了一件事 就是用限制性的方式 我跟妳講 佑正不單是妳 包含批判 批判蔡英文的 吳祥輝等人的網站 全部下來 況且同一時間下來 為什麼 就是說 蔡英文她有這個能力 叫三大網站 除了FB YouTube 等這些三大網站 她說 凡是批評我的 妳就要 當然她不會那麼二直的 馬上叫妳關掉 但是她會 她會用盡各種方式 這個就是 蔡英文她很可惡的地方 只不過這些說法 當我朋友跟我講的時候 那我說不可能吧 我說這個不是 我認識的民進黨 過去台灣的言論自由 我再講一遍 是民進黨爭取過來的 跟國民黨完全無關 但是到了今天 她做的比國民黨 還要國民黨 比國民黨還要壞 她是壞到什麼程度 我可以說 秦制單位 現在對於人民的監控 已經到了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那過去呢 還要上個文啊 還要那些 現在不用了直接的 那我講這句話 那我負責 因為我秦制界的朋友很多 就是說直接監控了嘛 像她 像她直接監控 她監控的 我們過去以為是手 手機那些 現在她懶得聽 她是直接就控制到妳的電腦 如果各位有一天 妳嘗試一下 打幾個敏感池進去的話 500公尺 1000公尺 就下面 電腦下面就會說 有人在看 監看 電腦下面就是一行 非常非常小的字 那現在科技發展到了這種程度 那蔡英文就是運用科技 其實我們再把它說回來好了 我們現在就是建議蔡總統 妳既然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妳又那麼熱愛台灣的話 妳乾脆妳就是正名自信新國家算了嘛 正名自信新國家公投嘛 那妳敢不敢 就是說現在蔡總統她用盡的各種方式 她在賣的是亡果乾 就是芒果乾的意思 她在賣芒果乾的話 2024會不會重演 那現在很多國民黨說 我們要把那個四聯黨員找回來 我們要重盛基本盤 我跟妳講 國民黨的基本盤 至少從47%掉到 少了13個百分點 我告訴妳 國民黨基本盤 現在就是34%而已 就是34% 那妳未來一定要靠中間選票 就跟這次選舉 那我不是批評朱立倫 為了勝選用了那麼多的手段 那大家都是同志 妳就這樣子讓大家看在眼裡以後 我想請問一句 當妳的基本盤只有34%的時候 妳2024怎麼下架民進黨 這個是台灣必須面臨的問題 這已經不是國民黨的問題 而是台灣民眾選擇的問題了 這個當時嘛 1908年當選沒有把柯恩改回來 國民黨就註定 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好啦 那我現在告訴我 告訴你們真正改變的 是社區總體營造的那一天開始 他關心鄉土這樣 從李登輝時代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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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樣子做來 那搞到了今天 讓台灣人民 不能說陷於水沉火熱 至少今天活在台灣的人 那妳問他快不快樂 那妳快樂指數怎麼樣 然而我再說一次 民進黨當完成了國安無法以後 他可以為所欲為 所以這一點我是對民進黨很有意見 但是再講一句 就是說如果蔡英文 再用這種卑劣的手段 去控制羽情 去打擊異己的話 台灣在民進黨的統治下 是完全沒有未來 我們已經被控制很久了 我們已經被打擊很久了 這個 好啦來我們看下一張 要蹭嘛 來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剛剛昏哥講到共機這個事情 對確實 來 共機一直飛 在我們西南 西南 有沒有台灣 中華民國在這 台灣 在這邊一直飛 10月1號38 10月2號39 10月3號16 10月4號52 四天145架次 又是奸集啦 又是轟集啦 轟來轟去 尖來尖去 台灣很多人就很生氣啊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來亂 我們現在要國慶期間 看到我們中華民國要慶國慶 你們就飛來亂 不只台灣人這麼覺得 來 蘇貞昌 吳釗燮 陸委會 吳釗燮嗆聲真的很有趣 接受外國媒體的訪問說 如果中國要對台灣發動戰爭 我們將戰鬥到底 這是我們的承諾 大陸若對台發動攻擊 會遭受巨大痛苦 這是吳釗燮的說法 那蘇貞昌我就不多提了啦 那陸委會就是廢話一堆 中華民國的政治人物 看到共機擾臺 好像看到 財神也撒錢一樣 不斷的消費 做不到都好壞 台灣好可憐 但我們要堅強 我們堅強 美國會幫我們 對 美國 日本也來了 來 美國白國發言人 美方正私下透過外交管道 傳遞美方的明確立場 這個其實是一個廢話的訪問 我是說 放這樣子的 這個說法上來就是廢話 好不好 來 另外 這個 國務院發言人 就講得比較白了 美國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台灣附近的挑釁軍事活動 深感關切 他認為 這是破壞區域的和平跟穩定 敦促北京 停止以軍事外交經濟 對台灣施壓脅迫 然後日本的外務大臣貌目敏充也來了 希望台灣跟中國能和平解決問題 日本將持續監控局勢 你監控個屁 拿什麼監控啊 連軍隊都沒有 你拿什麼來監控 所以你看到了 當 共機 飛來飛去 台灣的這些政客 包含 台灣 美國 日本 立刻會跳出來大作文章 告訴大家 大陸很壞 欺負 台灣 但對不起 我要打臉 美國 日本 還有蘇貞昌 吳釗燮 跟 邱台山 陸委會 大家請先想一想 我們的國慶是10月10號 大陸這幾天狂飛 狂飛飛機 好像是因為想恐嚇我們 想威嚇我們 對不對 好像有道理喔 但對不起 我請大家再看得更清楚一點 我們的國慶是幾號 10月10號 中國大陸在這裡 他們的國慶是幾號 10月1號 所以如果你覺得 我們10月10號國慶 大陸在10月初飛飛機來 你覺得很篤籃 那我告訴你 在10月1號 中國大陸國慶的時候 來 就在台灣的東南 這邊海域 這裡大概在這裡 菲律賓海 對大概在這裡 10月1號 中國大陸國慶 10月2號 3號 美國 日本 英國 在日本西南海域 就在我們這個地方 舉行 聯合軍演 航空母艦 美國 兩艘 日本一艘 英國 英艘 四架 我們以後用航艦 航母 是中國大陸的說法 我們講航艦 加17艘的艦艇 甚至據說 還有潛水艇 請你仔細思考一下 你說我10月10號國慶 你飛機飛過來我不會送 人家10月1號國慶 你2號3號在我旁邊軍演 我中國大陸會不會不爽 我再說一次 我沒有幫中國大陸講話 但如果你會因為共機來而不爽 那中國大陸難道不能因為 美日英來聯合軍演而不爽嗎 可以吧 合理吧 為什麼不行 當然可以 所以你說這個飛機飛出來 是衝著台灣的10月10號國慶 還是衝著美國日本英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期間 舉行軍演而來 你覺得哪個可能性比較大 所以台灣人不要往自己壘上貼金啦 我有一個朋友常跟我講 說如果這個 中國大陸的這個領導階層 有10件很重要的事情 台灣不在這10件事情當中 如果有20件很重要的事情 台灣不在這20件事情當中 為什麼會不斷的 中國大陸對台灣有動作 就因為你們 就因為蘇貞昌 吳釗燮 又你們這些混蛋 當外交部長 當行政院長 就因為這些美國日本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就因為這些人不斷的希望 藉由挑動兩岸關係 來獲得他們的外交經濟 甚至軍事上的利益嗎 不是嗎 民進黨你不執政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為什麼共機都沒看到聲音 共機也有來啊 但人家不會越線啊 人家正常的演訊啊 沒有問題啊 為什麼你執政 人家就飛過來 很顯然是你民進黨的問題嘛 你逼著人家飛過來 再把人家飛過來這件事情 拿到台灣搞仇中 搞反中 這不是很可笑嗎 來 林俊憲告訴我們說 這恐怕並不只是針對台灣啦 台灣附近海域現在有四艘航艦正在演習 分別是美國的卡爾文森號 雷根號 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王號 以及日本正在升級成航母的初雲號 主要目標是台灣西南海域下的美國潛艦 連民進黨立委都這樣講 來 蘇子英老師 解放軍的軍機明著對台灣 實則是對應在台灣東北方 每日因雙航艦演習的反制 我就講了嘛 立功力10月10號生日 人家飛飛機你不爽 我要10月1號生日 你2號3號在我家外面 舉行令和軍演我會不會不爽 那我軍機飛出去 你在我家門口秀武力 我軍機飛過去繞一道飛回來 怎麼了 不行嗎 所以請大家搞清楚這個 國際局勢 不要被民進黨 美國夠不要臉啊這些國家 美國日本會不曉得 中國大陸是衝著他們來嗎 當然知道 但他不要臉到 只要看到中國大陸任何的軍事行動 立刻把台灣拉過來說 這是我小弟 你不要欺負他喔 你不要欺負他喔 我要維持台海穩定喔 美國日本英國的好朋友啊 你如果2號3號沒有來 人家這幾天也不見得會飛飛機啊 所以破壞和平 區域和平穩定的到底是誰 不就是你們沒事喜歡 來這邊湊個熱鬧 喜歡在人家生日前 生日後到人家家門口 去舉行軍事演習嗎 來小白 像陸委會行政院長 對於共軍頻繁出海 來台灣東南部 我覺得西南或東南 我覺得正常 反正他來講話是正常的 反正共軍狙擊都來了嘛 但是注意喔 空軍司令部在前天 發布一個影片一個廣告 他的口號是身為空軍 只能讓敵軍飛在我們的頭上 他這個是我們中華民國 空軍戰神高智航講的一句名言 他的全文是身為中國空軍 怎麼能讓敵軍飛在我們頭上 你不想用中國沒關係 你用中華民國可以吧 為什麼叫身為空軍 你是哪國的空軍司令部 你寫身為中華民國空軍 只能讓敵軍飛在我們頭上 我完全支持你 那為什麼你會這樣用呢 就話說回來了 大家或許在我們路邊看 比如說路邊有個牌子寫說 禁止隨便便逆或大小便 為什麼會設這個牌子 代表有人在那邊大小便 說在醫院裡面會看到牌子寫 我們禁止潰陣及收送紅包 為什麼 因為醫生在收紅包 那同理可證 蔡英文擺出那麼大的國旗 要告訴大家什麼 我心中沒有中華民國啊 所以我才要做給你看嘛 對 上行良部正下良歪 上行下校 就是因為有你這樣 才有這樣的空軍司令部 我相信空軍都是愛國的 我相信中華民國軍人都是愛國的 他們也受過良好的訓練 所以 只要是共軍來 他們力敢迎戰 問題是我們迎戰的 中心思想是什麼 這個是中華民國最需要的東西 不是你在那邊猜蔣公同像 猜這個猜那個 就會出來的 馮世寬 是你的政務官吧 他就反對 那你不要去跟馮世寬講講看 為什麼他反對 反對才是蔣公同像 是啊 中正紀念堂拆掉 這是他反對的嘛 那我認為我又講回來了 身為國民黨員 國民黨在這一塊也不可以空白 我們越空白 越是給民進黨 有填空的一個作文在 我們應該去 好 不管是現在或是未來 兩蔣的歷史定位 不可避免 先到蔣萬安出來 把它講清楚 所以我們先做好這個 如果我們真的有強力的證據 或是強力的論述 就是我們最好的反擊嘛 你不是一直躲啊 所以我認為這也是國民黨 也需要思考的問題 跟蔣萬安講一下 來 我們這個請惠恩哥好了 因為我看你準備的東西 這個菲律賓海是在這裡 也就是所謂的西太平洋化 藍色這邊 那如果照舒子儀 你假如在我們台灣的這個東北方 應該是在這附近這邊 所以這個 他應該是在東南 東南也是在這裡 所以沒有菲律賓海 就在菲律賓的外面 然後比較靠近太平洋 就是在台灣的東南 沒錯沒錯 台灣的東南 那他的面積是蠻大的 到北到日本那邊去 所以我跟你講 我這樣講我很抱歉 舒子儀是黃志賢的弟弟 他講的我從來不會相信 他講的 那林俊憲就更不用講 民進黨立委那個就不用講了 所以又在這個 解放軍的空氣 空軍他這樣飛 他的目標一定都是我們 他不會去 這個隔太遠了 我不要去批評林俊憲或是舒子儀 就跟你講說之前的國務次卿 還有那個阿查爾 衛生部長來說 他是直接飛中線 那個都已經講到 所以這個是衝著 我們的國慶來的嗎 不是啦 這個就是他的 他的例行的 他的 我們根本就沒有在研究這個東西 所以大家都亂參加 大家都五感 那他為什麼這樣飛 我想請問 顧力兄你能 張文華你的朋友 他能講出個所以然嗎 陳明通是國安局長 你能講為什麼他這樣飛嗎 他為什麼 殲16的 轟6的 他這樣搭配這樣 什麼意思 我們根本不知道啊 我們根本不在乎 我們準備的是慶祝國慶 然後巨型巨幅的國旗這樣飛 其實都是 我們都忽略的這些東西 而且不在意 這是最可怕的 看廣告 在這邊我要推薦中天品牌合作夥伴JVITA 他們的全能封膠圍倒農粹膠囊 可以調節生理機能促進新陳代謝 楊言美容幫助入睡 聘回購No.1 中天嚴選 請立刻上快點Go買起來 愛自己 愛家人 挺中天 好啦 謝謝大家的這個支持跟照顧 我看到很多觀眾朋友說 這個不能沒有中天 但是我們真的很辛苦 這段時間真的很辛苦 然後很多人知道剪頭髮 會啦 我也有點受不了 對 因為他已經沒有辦法 你知道嗎 他已經沒有辦法整理了 就是已經太厚太長了 我會去稍微修一下 我會稍微把它修整一下 還是要請大家多多支持 不然齁 我們要動多久你知道嗎 至少你要撐到2024 至少 親拍說 拜拜